全球掀起了虚拟实境的热潮 VR技术的应用除了设备持续升级 在游戏软体方面也推陈初心 最近大陆这种VR体验店成为当红炸自机 因为只要利用一间12平的小店面提供给机器给玩家 那么单店一个月可以拼出200万台币的业绩 目前全大陆已经有3000家体验店 好多业者积极投入市场 这是游戏玩家最动感的体验 不用长途跋涉 在家里也可以像户外自行车手一样 领略世界特地风光 锻炼身体在虚拟现实的世界中 拥有超越现实的骑车乐趣 为什么会尖叫啊 我不是的 没事 骑过去没事了 骑过去没事了 没事了 慢慢吃 慢慢的 慢慢的 好 过去了 通过虚拟现实演进VR自行车 给玩家创造了虚拟的骑行环境 通过运动感测器 及时 踩集 自行车踩踏速度 力度 龙头方向等资料 接着通过电脑 及时修改虚拟环境 下坡 加速 减速 转弯等 虚拟场景时 有相当真实的体验感 我们丢下去了 好 好奇怪喔 说明你踢去吧 没够啊 这就够啊 上坡而且有没有上坡的感觉 有 现在好像真的 看好VR赛车游戏商机 不少汽车厂商找上VR业者 联合开发VR赛车游戏 在游戏中玩家开着汽车厂商的SUV 在雪地沙漠 泡弹坑 汽水弯道等各种路段奔驰 VR业者获得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游戏内容 汽车厂商则通过游戏实现了品牌推广宣传 双方实现双赢 从房地产 汽车到旅游到体育到现在最火的直播 都在做一些跟VR相结合的东西 那么这一块的市场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作为时下最火最热门的现代科技 不分年龄的玩家都对VR游戏产品抱有好奇心 大陆业者趁势推出VR游戏实体体验店 门店生意火爆 单店5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投入装修 两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回收成本 我们这家体验店上个月的营收是45万人民币 从6月1号开业到现在 很早就把成本收回来了 体验店之所以生意红火地段选择也是关键 门店位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市区 核心商圈40平民场地 每月租金高达9万元人民币 周边的电影院游戏厅都为VR体验店提供充足客源 许多消费者都会选择VR体验店来一世伸手 所以这个店的位置就显得非常的关键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么一个好的地段上面 创造一个很高的营收 这个外形铺似鸡蛋壳的太空舱 就是店内的人气引擎 无论男女老少不需要任何游戏技巧 只要戴上虚拟眼镜就能体会到 看游太空 过山车等 非同一般的虚拟现实 每次游戏时间长达5分钟 收费30元 每天可以为业者带来7000元左右的 营业收入 每个月的游戏业者都会推陈出新 玩家回头率也保持在30%以上 虚拟亚体验店里面最受欢迎的是这一款太空舱 我们叫鸡蛋太空舱 它占到我们营收80%以上 有的时候甚至每个月会占到90% 必须是好玩 能够吸引人 能够带来二次三次消费的这种内容 玩了一次 不过你又来玩了 对啊 好玩啊 好玩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感觉它特别真实 根据不完全统计 大陆客币的VR体验店已经超过3000家 光是2015年下半年 VR体验店就创造了将近2亿元的营业收入 一些业者甚至把VR店开到韩国 我们现在全国有接近170家店 然后今年是计划开到200家 然后明年的话计划开到500家店 靠着多元化的游戏体验 加上精准的客源定位 业者在VR游戏市场的竞争中 成为虚拟现实技术 这片新蓝海的勇敢绝经者